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 Engadget 更新 我們都是逢星期一晚上10時在Facebook、YouTube和Yahoo TV播出 今天我們很興奮 因為終於可以看到一部真真正正很難才找到的Steam Deck 手提遊戲機 首先要感謝 Engadget 的一位忠實粉絲 Gary 是由他借回來的 因為這部機器在香港是非常難找的 所以很難得可以從 Gary 手中借這部機器和大家做一個示範 為何我們選擇今天講這部機器 因為最近終於有官方開放Steam Deck的預訂 開放給我們香港、台灣和日本來做一個訂購 官方的說法就是今年年尾開始會陸續派貨 當然就是日本先 因為這個代理商是Komodo 就是日本的一間公司 其實他們和 Valve 是一個老合作夥伴 日本就處理了日本 接著就會來到我們香港和台灣區 總之重點就是現在你終於可以在香港 正正式式地去買一部Steam Deck 希望不會吃到炒價 但好像我們 Gary 一樣 怎樣都吃了少許炒價 這個純粹是早買早享受的 還有從來講一講 底價是3288港元 64GB 去到最貴的是512GB 是5488元 都是差兩千多元 不過他們中間差的其實都很大 如果你說最基本的和最頂的 它最主要就是最便宜的是 用比較舊的EMMC的一個儲存晶片 它的速度一定是慢一點 而新的就是SSD級的一個NVME的晶片 而且剛才你說到的 512GB 你現在的那麼多遊戲其實都很大 每個都說幾十GB 我們說64GB 我想三兩隻就已經打爆了 所以你起碼都要去到中間那級 即是4388 即那個價錢 有256GB 甚至是512GB 那些才搞的 他官方的規格表 是說到512GB的SSD 還會快些 其實正常 你外面自己買SSD 都是越大便速度是再快些 一分成一分貨 沒錯 另外還有最高級 就有玻璃也是一個防反光的補充 最高級才有 對最高級才有 另外就有一個這些Caring Case 他說有一個獨家的 其他兩個版本就寫便攜包 最高級就寫獨家便攜包 所以就不知道多了 不知道 另外 Steam裡面的鍵盤也有一個獨特的主題 就給最高級的版本去使用 OK 等你給多些二千多元 也有 深度比較高 但其實如果你在外國的話 你絕對可以買最便宜的 然後自己慢慢升上去 不過官方的說法就是 那些SSD就不能自己升上去 沒有了 但那個玻璃或者其他東西 就可以自己再賣上去 OK 不過這個只是外國 香港暫時沒有這些DIY Pass 可以賣到 其實還未正式賣到 純粹讓你掛電郵 然後他一開始有貨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付錢 還有要付少許訂金 那他之後再扣 好小姐那裏六十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發行 我們都會即時為大家逐一解答 現在事不宜遲 讓我們開Bcamp 即刻開一開 又不是開箱 但是開套 剛剛這個Logo 我們宿舊的同事說 好像Pokemon 斬開了一半 下半塊的Pokemon 應該是上半塊 其實不是 是Steam Deck 打開 就看到原來是非常之巨型的一部手機 手機 遊戲機 你是想說 手提遊戲機 手提遊戲機 我經常最大的對手 或者被人競爭 或者被人對比的對手 就是Switch 沒錯 感覺上應該短身一點 這個就再長身很多 但是拿上手都不會特別很重 如果看數字 Steam Deck 是669克重 Switch OLED 只是412克 所以你拿上手 分別是非常之明顯的 但是螢幕都是7吋 大家都是7吋 哦 哦 人家的比例好像比較橫 這個兩邊的控制器 一定是幅度很多 對,幅度很多 多很多按鈕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孤 即是Analog的按鈕 這兩個其實是一個觸控器 沒錯 再加上這裏就是ABYX按鈕 這裏就是一個十字按鈕 這兩邊亦都有一個短片 這個應該是設定嗎 不是 設定是變成Steam 其實那兩顆按鈕 是可以改善的 哦 這兩個是改善的 對 你按個Steam 如果你在遊戲中 它會開遊戲中的設定 就是設定的Menu 同時開了Steam自己的設定 可以改善的設定 設定 就是兩個面對著你的喇叭 就是面對著你的喇叭 剛剛就這樣開機 剛剛我試一試 原來都體驗得不錯 一定的 對著你一定好的 正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POWER鍵 這個就是LED應該是充電 的燈 沒錯 有一個Type-C的充電頭 它支援45W充電 哦 大家可以買快叉來幫它充電 有一個3.5mm的耳機孔 這裡應該是Volium 加減 Soda就兩顆 L1L2 R1L2 R1L2 誇張 對 全部都在這裡 是 還有的 下面的底部 闊到那個 畫面都濕不透 對 然後兩邊 再有多兩顆 中枝和無名指 對 那就可以去到45 是的 1,2,4,5 各4顆 那就 怎樣 看看 平時P4,P5 或者Xbox那些 都是要去到什麼Edit 或者貴的那些 控制器才會這麼多 基本上就是 前面幾個按鈕加上Soda 後面那兩個 就可能讓你再玩一些FPS 可以再選擇其他武器 不一定要用的 對 你自己再選擇 後面這個應該是風扇 散熱器的位置 吸進去的 吸進去 吹吹 永遠在頂上出 這樣 然後這樣出 對 我們今天不知道會否試到 但據聞都幾… 始終它都是一個相對高級的遊戲機 我看外國的評測都可以… 可以的 但它就長期用最高速的吹 一會兒看看會否聽到它的聲音 底部就是一個沒有染的Micro SD Card 所以如果你真的買了很多遊戲 有些不玩著的話 就可以塞進去那邊 但速度一定會有影響到 對 所以買就確定 你買相對快的SD Card 因為如果不是你的體驗 都會令到你生氣 你就… 對 何必這樣對自己 正式可以開機了 好 終於開了 先看看這個七寸螢幕 已經是進入了死亡角選的 即是Death Stranding Director's Cut 即是暴演版 時間關係我們收拾了 對 這個就是720p 不是800p 1280x800 從一個PC Gamer的角度去看這個數字 可能會覺得有沒有搞錯 奇怪 但你想想 其實這樣的尺寸 再跟Switch這樣相比 其實是差不多 這個是LCD 先說明 人家Switch是OLED 最新一代 但LCD的優勢 始終都是相對 在戶外的性能 即可視度 會好過OLED 它始終都要想回 續航力 你始終都要拿它出街 所以它低一點的resolution 以及LCD panel 在續航力上 可能它計算數 再加上成本的考量 便會選擇了 而且不會說燒螢幕 它亦有一個touch的功能 有些遊戲可以支援 這個Steam Tech 裡面有一個Motion Sensor 即是陸續IMU 有些遊戲可以開啟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以開啟 但我就不會用 坦白說 就是這樣 對,很煩 看得暈 說起來 螢幕只有60Hz 但我想都足夠 玩小的螢幕 而且亮度是400nits 我已經調到最光 現在在Studio打燈底下 就OK 不是特別光 尤其是你看到智能手機的數字 400nits是相對低的 我想官方都不如你長時間在戶外用這部機 尤其是你日後一定是熱到什麼 提到性能 首先Eric 你可以說一下你感覺的流暢度 我純粹轉一下視角 還沒收拾東西 都是很流暢的 跟我之前在P4玩過 類似的感受 你是玩過這部機 對,類似的感受 看上去的畫質 都類似的 不會說起格 如果就我對於手提遊戲機 再加上resolution的規格 我覺得它是比我想像中好一點 對,非常好 說到性能 其實它是使用AMD Zen 2 4C8T的APU 當然包含自己的GPU 就是RDNA 2 它變成一個All-in-One的晶片 看上去整件事都頗不錯 RAM有16GB的LPDDR5 好像都… 如果看手機的話 都聽慣了 這些規格 剛剛提到有MicroSD的卡槽 它有支援藍牙5.0 基本的規格就是這些 它的電池是一個40Wh的電池 它聲稱可以讓你玩到兩小時至八小時不等的續航力 如果玩Death Stranding 級數的遊戲 我想兩小時都不出奇 始終它的好處就是解像度 比平時PC或電視機的解像度低 所以它相對的 所以需要處理的能力亦少很多 否則它也保持不到這樣的流暢度 亦都看見其他人的評測 譬如… 我忘記哪隻遊戲 但又是一些好吃資源的遊戲 都保持到一個45fps的流暢度 都不錯 你現在好像卡住在哪裡 很難够 現在打算上山 我自己試玩時 都留意到風扇 你一玩遊戲 就立即通往發股 我暫時 因為我看其他評測都有提到 就是風扇是將氣息悶尖尖的聲音 不知道現在你會否聽得到 我記得是 它 layered效 expenditure 是A、B版的 另一堆牌是先後出艙不同 都會有靜最困難的版本 那個其實也是可以自己上去DIY Store 購買那個自己的蓄 裝上去 這個我也聽到 但是你說,因為其實現在它都一直在說 因為它的雨聲都一直在說 所以都不會聽到很厲害的高頻聲 我關掉了 按了Steam鍵之後,就是它的設定的UI 最右邊的就是遊戲本身的菜單 最左邊的項目就是Steam自己的菜單 是有點高頻,類似轉券 很明顯是在頂上出來 可能這個版本就是人們投訴的 可能建議一下Carrie會不會自己賣另一個品牌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這裏不錯 剛剛打了一陣遊戲 不如直接展示給大家看這個介面 其實它本身是運行Steam自己的Linux版的介面 我最初以為是Android 但其實不是他們自己根據Linux 去改一改 始終Steam這麼久以來都有支援Linux 其實Android也是根據Linux的 其實Android也是根據Linux的 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我一看這個介面 你也可以去另一個地方 就是去Library 就是你按Steam鍵 然後去第二個Library 我看這個就明白了 它根本就是把整個Steam 轉了做一個物理化 讓整件事物理化 讓你可以把SteamLibrary拿出外 當然不是這隻遊戲的支援 這裏 我忘記是否這版 還是要再支持這版 這版是Great On Deck 對 他們自己有做測試 就告訴你 這個是他們試過 沒有問題 就有一個綠色的Tick 也有Horizon 也有Horizon 也有Hitman 經典的Half-Life 他自己的遊戲 沒有可能支援 Guard of War Garry也說很好玩 在Stack那裏 Dying Light Elden Ring 我記得了 我看IGN的評論 Elden Ring都能保持45fps 都很刺激 所以如果你用了Steam這麼多年 你就可以用一個全新的體驗去玩它的遊戲 還要是官方認證 這些遊戲是OK的 你就可以放心下載 始終SteamLibrary出了一段時間 最初的一堆Bug 其實很多都已經解決了 包括剛剛提到風扇問題 好像第二Bug也解決了 或者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自己可以用錢來解決 自己去DIY 那個介面大概是這樣 剛才你說IGN有用了Elden Ring去看FVS 也有看其他網站 即是他用其他不同的 例如是Laptop 或者是玩不同的遊戲之後 他們用Steam Deck和其他機器 類似跑分的感覺 其實他的表現都很類似 如果大家用內顯的Windows機 或者Ultra Book去玩那個感覺 例如他對比Samsung Galaxy Book Pro 360 他是用Intel Iris Xe 現在比較新的內顯 以及它的螢幕是1080p 分數都不會跟Steam Deck類似差不多 可能差10至20分左右 另外Steam Deck是AMD的CPU 他也拿了HP Envy X360 那個款式 即是2021年版的 都差不多是欠10至20分的差距 你說如果跟讀顯那些 可以 讀顯那些性能就會翻倍 大概 用數字來說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都是用比較 內顯的一個 Laptop的型號去比 Steam Deck也不會輸太多 亦都有人是跟這個 真的Console 即是P5和Xbox 去比較 其實他最主要 就真的在那個 GPU的運算power 那裡 他就是1.6個 Terafob 另外 Xbox 他用效能 做一個包裝 即是說自己是最厲害的 遊戲主機 那他參考的值 就是12.15 即是相差12倍 但是如果你說Xbox的S 就只有4個Terafob 其實那個差距 你說一個家用機和掌機 大家就可以想到那個概念 即那個相差的差距有多少 你帶得出去的 你就一定要考慮到那個 折衷那件事 他就要想一下 他用電池去推動那個 處理器 然後再拿出來 那個效果是怎樣 所以如果真是 如果真是 追求非常之Hardcore那種的玩法的話 我想大家都應該是一定 不用想的 一定是買回PS5 或者Xbox 主機放回家 插電視 慢慢在這裡玩 但如果你說 其實他跟那個客群 跟Switch 我覺得真的很類似 就是比較Casual 又想是拿到出街 可能是搭車 或者是去旅行 或者甚至是拿回公司 或者是學校有些難 可能拿回公司 跟其他人 例如玩螢幕亨的 一起連機 就可以在一個再正一點的 體驗的環境上面 就可以跟其他人一起連線 一起玩 類似以前的Game Party 他應該是類似想打 這一種的客群 還有懷舊 對,懷舊 你的Library還在Cloud 用全新的體驗 再玩多次都沒有問題 沒錯 所以我絕對明白 為什麼很多人都這麼想要 但始終Falve做硬件 你看他們做VR 都知道很難控制數量 所以永遠是供不應求 他每次都是很少量少量的 所以就算外國 他最近才說我要雙倍的產量 然後說到今年年尾 真真正正可以再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可能他看到這條數計得對 才可以開放到我們這邊 叫做東南亞 或者亞洲的這邊 他是說遠東的市場 都可以一起下訂單 但我相信日本對於這個遊戲機的需求 一定是很大 尤其是他還配合日本的發行商 他看重那邊都很正常 但我覺得香港其實都是一個 不能夠看小的市場 很多人都會去買 就算是我們自己的社群上 TG也好Facebook也好 有些朋友問我們會不會有開箱 動手玩的 我們現在就滿足了你的需要 差不多了 記得在下面留言 可能再說回對於這部機器有什麼感想 或者有什麼想知道的東西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區發表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試 沒有 我想說 你剛剛有問過一件事 就是遊戲開啟多久 不知道 其實都很難說 《God of War》看看 開啟多久 就這樣開啟 反正都… 我們就開啟 他應該安裝 他其實整個… 那是否認識另一隻遊戲 Switch 2 他現在說就是會… 他就是說你玩了兩個遊戲 他應該是有得讓你馬上關掉的 剛才的訊息 Switch 2 他叫你回到這裡 然後退休 他不能直接幫你解除 對,不能像… 但Console 其實都是底部 我就退休了它 按這個 那就安全了 有些遊戲會告訴你 你現在應該聽到 比較明顯點 Wiii的聲音 對,都很明顯 坦白說 只是Wii一下而已 現在就靜下來 你已經開始入遊戲了 其實都不會特別太久 都類似是Console 按下去 開始滑進去 我經常看畫面 以為可以混合Marvel 都差不多了 現在的風格都整齊了 這個真的是Gary極力推介 他的God of Walls 在這裡很好玩 這裡開始混合 這個Loading的Logo 都不會 都不會 都已經可以繼續 剛剛的Depstanding是要久一點 混合第一隻 不要踩人家的東西 我自行測試 我自行測試 看看這裡要多久 現在正式進去 我忘記看哪一隻版本 待會出去看看規格 我剛剛好奇地看看 Steam Deck應該不會碰中國大陸 我調查Steam Deck官方的簡體中文網站 已經進去了 他們就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 所以你剛剛說到 不可以小看香港 其實是因為 我估計說 會有很多人透過香港 去買回大陸 始終大陸到現在 尤其是近年 對於遊戲輸入 這些東西真的特別 Steam也封鎖了 沒有那麼好字 他不是封鎖了 他有自己另一個服務 正氣平台 所以可能是在那邊做處理 你覺得這裏 是你兒子 對 我想說我沒有玩過這一集 我都沒有 但你感覺如何 應該算是流暢的 這裏 真是很留意 他那邊的位置 就會見到有少許 尤其是他移動時 就會有些氣格 有少許 B-CAM就輸入了 你現在可以繼續玩 那沒有辦法 因為你壓像度那麼低 但如果你說軟體 類似我這樣 很平時 距離10多 20cm左右 其實是不錯的 那些顏色 都應該差不多是這樣 即他沒有特別做HDR的顯示 因為始終這遊戲 在P5上面是做示範作 有很漂亮的光畫 但他下來 一定要遷走一點 看上去 都不會特別差 不會很死的顏色 我覺得最重要 漏暢度是比細節更重要 如果是屬體遊戲機 嘩 你在這裏發生破壞 對 出招的 都會立即有反應 這裏是否可以直接轉用Trackpad 好像隔板 碰著它就立即在用 對 碰著它就有少許 看看你自己玩的 對 我很難想像 對 我一定會用兩顆 有些人會這樣 我不知道 對 不知道 但它其實都可以 駁回其他的 配件用 例如其他牌子的手掣 因為它都可以出藍牙 可以連到 再加上如果外國 香港暫時 日韓 香港暫時未見到 它有Steam Dog 即它還有一個左抄 然後就立即上電視 再加上聲音 暫時未有這個配件的消息 其實外國都一樣 都是產能的問題 不過沒有的 如果你想做什麼 Display輸出 都是由USB-C 拆回上面 這裏 然後就自己再駁回 可能更漂亮的手掣 然後就已經可以這樣 劈開 然後就在大電視上看到 如果大電視輸出 我記得它可以出回FHD FHD OK 大家如果真的覺得 這個畫面一般 就可以看回電視 但它的價錢 三千多元到五千多元 剛好就真的 會令到一些人 是想 到底我買真正正正 Coin數好 還是要多買這個 變攜性 大家真的要自己想想 大概那個折衷是多少 如果你是真的玩些很硬 要很漂亮的畫質的話 真的回去吧 但是如果 你可以想 甚至是躺在床上 這樣還可以打多幾個篇章 的話 這個其實 我覺得也是挺有趣的體驗 有少少令我 好像回到Switch 剛剛出現的時候 那種還會想著 拿個遊戲機 再打多一會 那種感覺 稍微更正 那個顯示器的輸出 最高是去到8K 8K 60Hz、8K 或者4K、120Hz 這個處理器 都可以 USB 3.2 如果你用的 你用的電線 即是要賣回那條線 然後電視 即顯示器也要支援這個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繼續在下面留言區發問 我們還會保持一小段時間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 儘管問一下 或者如果你已經訂了 都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都很想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收到貨 最快就是今年年尾 如果不是就明年年初 越早收到越開心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晚上10時 跟大家engadget update 拜拜